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任何的征兆 挡风剥离 突然轰的一声爆炸了 高空爆破性施压 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 耳膜极易受损 身体极易冻伤 而当时飞机的高度已经达到9000米 意外发生后 副驾驶整个人飞出去一半 半个身体都悬挂在风机窗外 53岁的乘客杨女士后来回忆 当时机舱内响起了嘈杂的尖叫声 物品全部散落在地上 与此同时 呼吸罩掉了下来 出现了失重感觉 呼吸罩的供养时间一般只有15分钟左右 这一刻 时间就是生命 乘客情绪开始逐渐崩溃 没有人乱走 很多人都在哭泣 有人吓晕了 有人吓吐了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肯定没救了 一定活不了了 这辈子快要完了 死亡的气息弥漫着整个机舱 空城人员开始安抚乘客情绪 断电 广播无法工作 空姐们哪怕内心再怎么慌张和害怕 依然扯着嗓子大吼道 请相信我们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带大家背降地面 你说他们不害怕吗 怎么可能 可这些姑娘们在困境中依然镇定自如 给大家发水 给大家信心 而此时 比客舱更糟糕的是驾驶舱 驾驶舱内瞬间陷入湿压和低温状态 什么意思呢 温度骤向到零下四十度左右 我们的机长和副机长紧紧穿着短袖 面临大风和施压的恶劣环境 眼睛根本睁不开 鼻子也很难正常呼吸 脸像被风刀刮过一般 衬衣领带被风撕得粉碎 身体东将到几乎无法操作 整个过程竟然持续了二十分钟之久 此时操作仪表被大风掀翻 无线电失灵 只能靠目测水平仪进行操作 噪音极大 什么都听不到 与此同时 几乎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 飞机失控 仪器失灵 飞机上几百条生命 面临着生死存亡 每一秒都是与死神做斗争 就在危急关头 机长刘传健 远空军二飞院教官 退伍军人 在这样一个低温和施压的状态下 难以想象 他在九千米高空上 身上背负着几百人的生命 不 应该是几百个家庭的希望 他是如何做到忍受身体极限和心理考验 又是如何凭借超强的意志力 依靠沉稳的专业能力 把这一整机的人安全送回地面 把这些鲜活生命 安全地交付给每一个家庭 飞着飞着 驾驶舱玻璃没了 但他们仍然奇迹般地 确保了每一条生命的安全 这件事情 中国船航机长做到了 事后 一位航空专家表示 那个时候 连眼睛都是睁不开的 我们搞过飞行的人都知道 最重要的是意志 就是告诉自己 我今天 就是要把这个飞机飞下来 随后 美国 英国 印度 等国外主流媒体 也对川航机组的史诗般壮举 做了详尽的报道 把机组人员称之为英雄 形容此次高空操作 不可思议 有网友说 零下四十度 穿着短袖 还要为几百条生命负责 凭借一己之力 创造一个奇迹 机组人员 简直就是天神般的存在 有网友说 光是看到文字和图片 就已经瑟瑟发抖 除了伟大 不知该如何形容 也有网友说 看机长照片 真的很普通 就是平时走在菜市场 买条鱼 买根葱 回家跟老婆做饭的样子 但 这就是英雄 什么才是真英雄 什么才是真感动 不是肌肉饱满 体格强健 恰恰是这些 看似普通的人 做着普通的工作 在糟糕的环境下 在生死的关头中 请其所有 完成使命 不放弃 勇于拼搏 不畏惧 冷静沉着 不认命 直面绝境 这些说来俗气的 朴素精神 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就是一种感动 真正的英雄 无需任何点缀 谁也掩盖不了 他的光辉 今天 我们为那些 幸运的乘客祝福 也为全部机组人员点赞 你们 真的是太棒了 感谢收听 如果喜欢本期文章 记得点赞 分享 如果有情感 职场 等方面的问题 可以叫我微信 向我咨询 微信搜索 404声音面包 关注我的公众号 在后台 发送微信两个字 即可获取 微信二维码 你也可以发送 更多口令 接受不同的 有趣的 语音回复 每个夜晚 我都会给你讲故事 说晚安 再会 Zither Harp 它没有烟火旋律 也不像鸟儿会前行 不过是放飞的风筝 怕你心痛才自由 奇异的线索在你手中 如果你能让它降落 风上的降落 天空如此又无尽头 你越是挑战 如果你是答案 就让它能漂流在你身中 这世间繁华太多 原因叫做擦肩而过 它走过 唯独它走过 让你停下了招呼 沉默 两颗心不再沉默 如果你能让它降落 天空如此又无尽头 可知那颗心在风中 太落寞 就让它停留在你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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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宁愿是条线 如果你是大海 至少让它降落在你 怀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